穿裙子怎么了吗 我现在看到裙子就害怕 我看到人就害怕 张小姐回想起自己工作九年的公司 是出现头牌惯犯 心生未知不断哭泣 这里坐太久了 我真的痛心崩溃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就设定好录影模式走进来 肉无其事的 但是手其实已经在拍摄 是一连好几个档案 讲到气不成声的张小姐表示 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的顶头上司 拿手机偷拍她的裙地 还在厕所装针孔摄影机 除了厕所针孔 也还有个人持有手机随机拍摄 你只要人家看到人家穿裙子 你不就去拍 来自台中的张小姐说 她在雾峰区旅制品工厂工作 104年录职负责跟厂商联系 今年4月30号先发现 蔡姓小老板手机有偷拍照 隔天报警和对方对质才发现 原来一年多前 蔡姓小老板在厕所装设针孔摄像机 让她怀疑有没有更多女员工受害 马上离职不敢去上班 为什么不去公司做矫节 我也很想去上班啊 没有任何的作为 你只有一直检视被害人 去了解这间旅职工厂 专和建商合作 盖社会住宅大楼 负责人是蔡姓小老板的姑姑 实际经营者是小老板爸爸 小老板的妈妈还是林长 张小姐害怕 这一家人用地方势力欺负她 实际找上公司 老板低调不愿回应 表示已交给警方处理 警方也到场搜索 厕所内没有发现针孔摄像机 但手机内的偷拍照片影片 统统带回调查 警方说将蔡姓小老板 依妨害秘密最嫌 移送地检侦办 最高可罚三年获得30万罚金 只是对张小姐来说 偷拍伤害已造成 只希望偷拍者负起责任 面对司法 不要再有人受害就好 董塞新闻张纸汉领轩 台中报道